好,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是另外一个重点 叫做气团还有封面 首先谈的叫做所谓的气团 什么叫做气团 气团就是一大团 有一大团有一坨的空气 这一坨的空气温度、湿度、密度差不多 几乎算是一样的 这一大坨的空气就叫做所谓的气团 它在差不多一千公里的水平范围内 可以温度只差十多度 基本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叫做所谓的气团 气团的范围 距离距离可以几百到上千 垂直高度可以从几公里到十一公里 不过我们不管垂直 国中生我们的学习仅限在平面 地面上 天上的事情我们基本上不管 如果你真的是气象学者 那你在做预测或什么的时候 你要知道天上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们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考试只考在地面上 地面上平面上而已 我没有管垂直 那么这有一大坨的空气 温度、湿度、密度都差不多 所以它要在一个地方 要停个一段时间 让大家有足够的热交换 我喇喇耶 这样大家才会差不多 而且这个地方呢 不能够一下子高山 一下子深谷 上下变化很大 它就不会稳定 所以气团通常发展在一些 比较平坦辽阔的地方 像海洋啊 像沙漠啊 这样的地方 这样比较单调 才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它才能够稳定 它才能够稳定 而且要停留够久的时间 有足够的热交换 这样他们的温度、湿度、密度 才会差不多大 所以要形成一个气团 要有一个比较广大的 比较单调的环境 然后它那个空下停留到一段够久的时间 这样他们才会大致上一致 从我现在说的话你就知道 气团是很稳定的 很稳定的 不太会有什么变化的 不太会有什么变化的 因此你可以知道 它应该是高气压还是低气压 这有人考过 有人问过 看下高压还是低压 你觉得我们说低气压会怎样 低气压会下你 下雨才会稳定吗 不会 所以气团都是什么压 高压 高压 气团都是高气压 好 所以气团都是高气压 OK 现在的名词现在不重要 变性气团 我小时候气象局爆气象会讲 某某变性气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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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还都不这样爆 我这个气团 现在在这里发展 然后我移开我的发展原地到别的地方去 我就接触到别的东西 因此我的性质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比如说我原来比较高 比较冷 往南走就变得比较热 温度就会增加 我本来在陆地上比较干 我移到海面上就比较潮湿 水汇就会比较多 那这种气团改移开它的气团原地 然后开始接触到不一样的环境 然后产生一些改变 就叫做变性气团 那这个名词现在气象局已经没有再用了 它现在都讲什么高压出海 高压出海 蒙古高压到海上来 所以从高地方到低地方 从陆地到海上 所以会发生一些变化 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这个所以看看就好了 因为这个名词现在你已经没有听到 这样子在用 这个是D老师教过的 影响台湾的两个气团 哪两个 气团 什么气团 什么气团 完全忘记了 还蛮厉害的 一个叫做蒙古大陆气团 又叫做蒙古冷高压 蒙古冷气团 发展在西伯利亚 拜蒙古那一带 拜蒙古那一带 因为它在比较北边 所以它比较怎样 冷 因为它发展在陆地 所以水分比较少 所以它是一个水气少 温度低的气团 它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气团 它是冷将军 它喜欢冬天 它冬天的时候湿力比较大 中间湿力比较大 还有什么气团呢 这样没暗示到你哦 完蛋了 地理完全忘光了 它叫做太平洋海洋气团 又叫做太平洋暖高压 太平洋暖气团 它发展在太平洋 纬度比较低 所以温度比较高 因为发展在海上 所以比较潮湿 所以它是一个温暖潮湿的气团 所以台湾基本上就受这两个气团的影响 一个寒冷干燥的蒙古大陆气团 一个温暖潮湿的太平洋海洋气团 然后你这是你的学习的重点就是 我们未来就要教台湾一年的天气 那你就要晓得在这一年的天气变化中 我们是受哪一个气团的影响 哪个气团的势力比较大 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什么样的状况 把台湾的天气变化跟气团连在一块 就是你后来要学习的重点 知道这些气团如何的影响台湾的天气 谁的势力大 有什么现象 就是你要会的事情 OK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很好